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2月22日23点27分联合报记者毛婉婷及时报道谢舒威 美联社分享接连拍落二名前世界球后,闯进杜拜女网赛单打四强赛后,台湾网球一子谢舒威今天在碰另一名世界排名前十的好手,不过谢舒威先 胜后摔,拼战两小时十分钟,争以6比3,2比6,4比6不敌世界排名第四的杰克女将克威欧瓦佩克拉克维托瓦,无缘晋级 过去谢舒威在杜拜女网单打最佳仅止步16强,新年她靠住诡诀,变化多端的舒威斯泰尔接连拍落德国科波尔安格 埃利克克伯,杰克普利斯科瓦卡罗利纳普什科瓦两位前世界球后,挺进四强 今天在遇另一名世界排名前十的好手,克威欧瓦在2011年的世界排名曾来到最佳的第二名,不过她在2016年于家中被歹徒袭击,造成迟拍的左手 五根手指肌腱受伤,还有两根手指神经受损,但她挺过难关,再度重返赛场,新年初的奥网还一路打进冠军赛,最终不敌日本女将大阪直美收下亚军 过去谢舒威与克威欧瓦三度交手,都由克威欧瓦拿下胜利,最近一次就是在今年1月的雪梨网赛 虽然生涯对战位居烈士,但谢舒威在第七局率先破了对手发球局,取得4比3领先 并在第九局对手发球局强势连拿4分,再度破了对手发球局,以6比3先下议程 赛盘克威欧瓦在第二局连保带破连下5局,取得5比1领先,最后以6比2颁回一成 决胜盘前三局双方互破发球局,谢舒威在被多破一个发球局的情况下让出比赛胜利,止步4强 分享分享留言猎异